我先從謝國良講起 謝國良其實他走到今天 真的只能怪他自己 他從二月一號 那個強行點交那天之後 帶著警察破門而入 就不斷的在累積自己的仇恨值 對那你知道罷免罷免 其實就是一個仇恨值的累積 你仇恨值累積夠高了 很容易就被罷掉 所以謝國良 而且我不曉得是命運的巧合 就他很多事情跟韓國瑜 幾乎是複製他的路徑 譬如說他也要蓋摩天輪 然後呢他要去找韓國瑜 他要蓋摩天輪 還去找韓國瑜 請幾乎 你是在複製韓國瑜 被罷免的路徑嗎 真的 謝國良現在問題 遇到最大的問題 他已經不是單一個案 講不清楚的問題 現在就是支持罷免他的基隆市民 對他印象是一個整體的差 就包含很多跳票等等 那那天net登這個廣告 就很有意思 其實net這廣告想告訴你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這是我net提供的條件 其實比微風好很多 net總共是八千三百六十一萬 微風只有三千八百三十五萬 所以你看兩個比起來 net大概是他的兩倍 對 那所以基隆市民就問 那為什麼不給net 對啊 我市政府可以收入比較多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大家看第一個市府底標跟微風 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數字一模一樣 我剛才看最後一個 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都一樣 這裡面土地租金不意外 因為土地租金就是公開的資訊 就是我要收多少租金 所以你看net的土地租金也是一一五 這個部分我們就不追究 但是其他部分為什麼都一模一樣 對為什麼都一模一樣 對請你告訴我 這是net登這個廣告的用意 他就要問基隆市民 從固定權利金 到什麼輿情費變動福利金 跟底標價格一模一樣 對很奇怪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也我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這個有待基隆市政府說明 五項都命中 真是對這個不容易 這不容易 太厲害了 那這個業狀師說你net就考六顆 你只有一顆考得比人家高 其他五顆成績 搞不好你比人家低 對我不知道其他五顆net成績什麼 但那可不可以請你公佈 因為現在已經決標了嘛 這本來就公開資料可以公佈 你就公佈其他五顆成績 而且別忘了這中間還有兩家 成品跟太平洋 你如果經營商場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四家條件 差不多啊 大家都有經驗啊 對成品跟太平洋 也都是臺灣經營商場很有名的 風評也很好 對啊風評也還不錯嘛 對不對 所以那為什麼最後是微風 我並沒有說微風不好 但是你要講一個 讓大家心服口服的理由 而且成品那個太平洋的 還沒有公佈 對啊都沒有公佈 所以你不知道net手上 到底有什麼東西嗎 對不對 再來就罷免這個 說實在第一階段連署這麼快 我有點意外 我真的有點意外 因為其實基隆人給我們的感覺 基隆對政治其實並沒有那麼的熱情 而且基隆旅外人口非常多 他每天移動到臺北市上班人口 就是超過基隆市 大概一半快一半的人口 可是這次連署速度這麼快 我真的有點意外 甚至剛剛這個民眾黨的前秘書長謝利公 因為他對基隆算算熟嘛 他認為第二階段都會過 他認為第二階段都會過 所以這個問題就來了 只要第二階段過 不管最後罷免投票的結果是什麼 今年的下半年我們在討論的就是基隆市長的罷免 對沒錯 所以如果第二階段過了 那承案 那接下來罷免投票 就是那半年 大概那半年的時間 我們就每天在討論罷免投票 對 所以這個對謝國良 對國民黨來講 國民黨特別 國民黨要小心喔 2022年你選了15個縣市 如果謝國良變成第一張骨牌倒下 後面可能就是一連串就倒下 因為下一個倒的可能就楊文科喔 對不對 那罷免最後我再補充一點 就是說那位領銜提案的那個戴先生 他的遭遇有點讓我害怕 因為他公開的只有姓名 可是照林茵茵的說法是說 基隆有自稱是基隆市政府人 竟然打電話到他住家 那個里的里長辦公室 去問那個里長 說這個戴某某是不是住 你們這邊平常人怎麼樣 他父母是不是什麼政黨的 平常政黨傾向怎麼樣啊 太誇張了吧 最誇張的是 你為什麼知道他住哪裡 對啊 我知道你叫安又齊 但是我沒有你的弟子 我當然更不知道你住哪一個里 對啊 那唯一可以知道是誰 民政系統可以查得到 那我不知道基隆市政府 是怎麼取得這個資料的 或者說打電話去的那個人 到底是不是基隆市政府的人 但是如果有這樣的現象 我認為如果謝國良不想被罷免的話 你應該出來鄭重澄清 這件事情他不會收到恐嚇的效果 他只會累積仇恨值 對 另外我再講一件事 不要再講這些連署都是什麼綠營撤意 這裡面有很多 大概有一半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一年輕 對你不要再講是綠營撤意了 我跟你講你越講綠營撤意 你越激怒這些人 你籌生值就越高 籌生值越高 你就越能被罷免 第二張骨牌可能就楊文科 案情詳細我不聊 我只聊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楊文科到目前為止沒有合理的解釋 就是你去跟封易的接待中心租來當競選總部使用 你付的租金沒錯 可是為什麼封易給你的政治現金 一模一樣跟你付的租金一模一樣 連尾數都一樣 政治現金大概很少人會給什麼87萬的 要嘛就給80要嘛給90要嘛給100 因為公司捐100是合理的合法的 為什麼連尾數都一樣 這件事情雖然不是新的 因為那個之前選舉的時候有人講過 可是呢 當時楊文科並沒有回答的太仔細 那現在這件事情既然檢察官在查了 那我還是拿我當時勸民眾黨的上車挺高 同樣的話勸國民黨的立委 不通情有請啦 因為楊文科做了什麼事 你們未必知道啦 你們未必知道啦 對 光是那個五星級飯店的自助餐禮券 這條你就說不過了 一家建設公司連續兩年中秋節送禮券 給新竹縣政府管建造管公務的相關單位 你覺得這個很正常嗎 你覺得這個很正常嗎 如果檢察官都覺得這個正常 他就不會去查了啦 就覺得這有鬼嘛 雖然那個單價金額不高一張李倦 那家飯店大概一千三啦 上一夫常去嘛 大概大概一千三 為什麼今天大家都講上一夫呢 因為他人員好 對人員大概一千三左右 單價不高啦 而且我跟你講一千三只能吃中午晚餐要加價 金額雖然不高 但是公務員能收多少錢 這個是有法律規定 超過五百以上 你就要最好是退回去 要不然就要跟正風自己去報備 對 你如果都沒有的話 這個是很危險 好 最後來講高宏安 我覺得高宏安那個開庭 我現在終於懂事殺嗎 為什麼每一庭都要去聽 因為我跟你講 我這個檢跟辯 檢跟辯這兩方 真的是目前大概國內司法界 數一數二的對決組合 太精采了 太精采了嗎 高宏安的黃金律師團 就不用講了 對不對 以前都當過檢察官的 還當過主任檢察官 對 還查黑金的 對 公訴組檢察官 有大學辯論比賽的最佳辯士 就是昨天直接打臉高宏安律師的 那個廖 廖檢察官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律師做無罪辯護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加班費是助理的自動 自願捐給高宏安的 第二個辯護說 這個加班費 進到助理的帳戶裡面 就是私人的錢 他再拿出來不算貪污 然後助理有加班的事實 對 檢察官直接打臉說 沒有錯 我們從來沒否認過助理沒加班 助理有加班很辛苦 但是他馬上拿出黃慧文 跟陳煥宇的證據 證實說 他們都說 尤其小兔 他說 誰願意每天工作那麼累 都沒有加班費 對 所以證明這比較不樂之捐 而且檢察官提到一個觀點 就是說 你跟助理面談的時候 已經告訴他沒有加班費 那你為什麼還跟立法院 申請加班費 最扯的是被私超帽發現了 其中有一個助理 他不是高宏安的公費助理 他是你記不記得 永齡每個月十萬給力九 吳達偉幫高宏安做什麼 什麼網路之類的有沒有 吳達偉帶了一個助理來 因為這個助理 他不是立法院公費助理 所以他沒辦法跟立法院請 申請加班費 可是有一次這個助理 我記得他姓陳 他就跟高宏安講說 我每天也加班 我也要加班費 高宏安想一想有道理 他說好 那我給你加班費 你知道他加班費從哪裡來嗎 從其他助理的加班費 變成公金金之後 給這個人加班費 可以這樣嗎 不是你覺得高宏安的公費助理 會不會氣死啊 對啊 我們在這裡做白工 不然加班費 結果我們的加班費 變成別人的加班費 誇張哦 你說這個精彩吧 另外一個就說 他說這個錢進到私人戶投資後 再拿出來就不叫公款 錯 那個是大概十幾年前的法律見解 最近的幾個人頭助理 榨領助理費的都是 我找一個助理 每個月助理費進到他的帳戶 然後他再把錢領出來給我 有些甚至這個銀行存責 直接放在民意代表身上 這個都算貪污罪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 我覺得他大概自己心裡知道不妙 為什麼你從他聯想去開庭 你就知道 為什麼要動員這麼多人 對啊 這個叫做走夜路吹口哨撞蛋 我老行宅宅 我就沒事 我就一個人去就好了 那里長跟那個什麼農產運銷 是不是 我們自動自發來的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星光大道 你當作在走星光大道 你覺得這樣子法官就會怕你嗎 法官可能會更生氣哦 因為法官也是人嘛 對不對 然後去找羅志強跟許小欣也很好笑 對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找他們兩個 因為民眾黨已經沒人要理他了 哈哈 民眾黨要放飛哦 對啊 他跟許小欣反來就很好啊 哦是哦 這是也是4X貓找到的 在2021年的時候 高宏安交代助理說 你去做一個核廢料放哪裡的圖卡 助理就做了一張圖 高宏安看一下說 欸 這樣好像有點打到許小欣 因為許小欣當時有講說核廢料 可以放我家嘛 你記得嗎 因為這也講說 可以放放他家嘛 對啊 我沒有 小型核電廠 所以呢助理看到說 對對那我改一下 所以他跟許小欣本來就不錯 但是我覺得高宏安 你去找羅志強 羅志強沒有否認 他們有見過面 許小欣是講說 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 但是羅志強這個會期 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你不要害他 欸是找他們兩個幹嘛 幫忙洗風巷子 不是喔 不只喔 現在大家都知道 高宏安去找過羅志強 羅志強你以後 敢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問這個案子的話 你完蛋喔 對 你再關說個案喔 所以你不要害羅志強喔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大概知道 心裡已經知道不妙了 所以呢 他去找這個 因為就要借重他們兩個網路 聲量高 看能不能幫他講講話 可是見過吳宗憲 他是招惟喔 經常幫他講話 對 他們兩個聲量高嘛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也不是笨蛋 這個時候高宏安這班車 我覺得沒有人會上車的